我们这几年开始有比较高调的告诉我们的客户说 我们是首座街的 LV 但我们只有一件 不见得文青就会听陈奇珍 比如我是听戴佩妮的 文青是很讨厌蔡玲的 首座最大的问题是卡在那个 大家有鉴赏能力但是没有经济能力 我认同马来西亚朋友是有鉴赏能力的 欣赏喜欢马来西亚设计的 欢迎大家收看冰冰有礼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宾宴 这样子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首座达人陈岳 然后呢我这个冰冰有你呢 一向来都是物色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今天这一集的嘉宾完全符合了 这个主题的概念 就是从我上网找你的资料 我发现到你又是这个各大艺术节的 艺文活动策展人 然后你曾经又是这个电视节目导播兼制作人 然后呢也是这个作词人 又是这个手作艺术家 然后呢又是讲师 又是旅人 然后呢又是记者 又是作家 又是主持人 又是舞台剧 编剧 又是配音员 然后甚至曾经做过这个咖啡馆的老板 对你很多重身份耶 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实你自己的背景 还有你到底从事什么行业 我算是台北第一代开始在摆摊的手作人 那时候是没有收租金的 没有帐篷的 没有滑地板多少格 没有的 也没有主办单位的 所以我们是第一代自己拿书包 做好的东西去西门红楼 随便拿紫笔板摆 然后买两瓶酒坐下来就可以开始开档了 是算是非法摆档的那时候 因为也没有人告诉你他 也没有人来organize任何东西 没有组织 没有人 所以我们就会有人第一个人摆 有第二个人有第三个 那慢慢的就会有一群人 其实手作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手工作的我们都可以归类叫手作 其实对 其实手作的定义是归类到 轻手制作 最终我们画一幅画算不算手作 是 但是画会被归类到艺术家类了 其实我觉得它有在英文字分的比较明细 我觉得 英文名字我们有分为artist和crafter 所以画画可能会去到artist 对然后很美工类很手工类都叫crafter 但这几年就有一个名字叫handmade artist 手作艺术家 OK手作艺术家 然后再从很多名词再延伸 其实蛮多各种名词的 其实会重叠啦 对 就是就算你是画家 可是如果你把那个画画在陶翼上 这样我算是算手作也算了 对对 手作到底有什么独特性是你觉得 可能一般上的印刷品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哦好 其实是因为我做手账本嘛 我的品牌在做手账本 或者你可以称它为笔记本 notebook journal之类的 所以我念中文系尤其我们需要写很多字 我就发现我无法用ball pen 因为我中学开始不会用ball pen 圆珠笔 对我写得很丑 然后我发现我只能用水质的笔gel pen 然后一用在马来西亚一般的练习部 它会渗透 对 然后我的老师有曾经像我的母亲投诉过说 你孩子浪费钱 因为他每一作业部都只写一面 因为隔夜写不到啊 哦 它会透下去 然后我进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国际名牌 它叫Molluskin 非常贵的手账本 但它的纸张就有这个优点 然后除此之外 它不是厚 它是它纸张的制作过程是比较好的 另外一个优点是 Molluskin 跟我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可以翻360度 嗯 这是一般我们以前用Science 或者Geographic的Nerdbook做不到的 因为它中间有没有盖板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喜欢手账本 我发现我希望得到一个贵的好的包 当然它不一定要是LV 嗯 所以你讲手作有什么优点 是因为我觉得手作一定要在品质上赢了工厂 或者甚至要跟工厂同步 我们没有一本的排版 是一样的 没有 独一无二的 对对 只有那一本 我们要买非常小量的布料来做封面 嗯 所以没有一本一样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有比较高调的告诉我们的客户说 我们是手作界的LV 但我们只有一件 这样子你怎样看待所谓的printing啊 或者是电子化这件事情 你觉得电子化跟这种印刷 跟手杖或手作有没有冲突 我没有看去印刷 只是我觉得说如果你追求书写这个体验 那书写的最大要求其实并不是封面的设计 我觉得是因为这本书的好用度在哪里 这本书的纸张可以很好的书写嘛 所以只要如果印刷做到这一点 对 我也是会买啊 可是到最后又回到消费者本身的经济能力 还有他追求的东西 对 不见得文琴就会听陈启珍 比如我是听戴佩妮的 哦 对 所以我不一定 文琴是很讨厌蔡林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没有听全部的流行作品 比如蔡依林 但我一定会棘手蔡依林 我觉得 其实我不觉得说文琴一定要抗拒所谓的印刷 其实我也不抗拒LV的 我也喜欢LV 这样子你其实会怎么为你的作品定价呢 因为我相信很多手作家 他们自己可能他们很擅长去做他们的作品 但是他们不善于推销 他其实有一个公式化的计算法的在手作手架 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全部的成本 那我已经知道 那我还要把我的工作薪水也算进去 我教你们 你们就是把7-11给你或者Starbucks给你的薪水 一个小时算你做多少小时 所以假设我八个小时是五本嘛 我就可以算我八个小时薪水多少了 你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就是你的本钱 那你除这五本嘛 包括材料什么都除了 还有你的创意呢 对对都是就是设计费什么都要算完 全部成本算完后你就拿到一本的本钱了 这个本钱呢如果你成110% 就是人家给你批货的价格 如果你是零售就成210% 哇好公式化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看起来很简单的计算法 我相信马来西亚可能没有5%的手作人懂这个计算法 这样子你们手作家会不会这种 你会觉得哇我花了好多心思 花了好多年才学会的这个产业 但是对方却把一个你的这个手奖本 跟普通的一个大众数据买的来比较 我说我这个5块钱就可以买到同样厚度 为什么你这个这么贵 会不会遇到这样子 有常常 尤其是早期 早期我曾经在Central Market 呆过 我有遇过最可怕的顾客是 他来到你的摊位了 他跟他的朋友结说说 你看这就很容易啊 你回去把你剩下的纸跟布料全部做完就可以卖了 然后他就把这本书丢在我的摊位 然后他就走去隔壁摊了 哦 对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太菜鸟了 太新人 所以我觉得算了就 奥客是会有的 因为他们把你的作品形容到 不堪一致 很容易 可是我发现后来我 我累积了经验也 累积知名度 然后累积使用者也 有名人开始使用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客气了 当我遇到这种客人的第一句话 他标出这一句 我去马上说 小姐谢谢你 你可以尝试做两宝跟你买 这样子其实马来西亚的人大多数支持手作嘛 在马来西亚做这个手作市集 马来西亚的人会卡在我觉得消费的心理上 他非常喜欢 但他下不了手掏钱 这个我也是一样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手作的 就是我家附近有一个叫Sarling Mall 它是一个少数一个常常有手作市集 在shopping mall 然后每次都看那些都不熟 我觉得最后可能可以回到 马来西亚全国家的经济状况 人民收入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很喜欢 他应该也就懂得 这个产品背后的生产过程 材料和品质 但他最后没有买的原因 是因为消费 每个月的预算没有那么多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手作最大的问题是卡在那个 大家有鉴赏能力 但是没有经济能力 我认同马来西亚的朋友是有 有鉴赏能力的 欣赏喜欢马来西亚设计的 可是对了 当要掏钱买的时候 的确要想一下 有没有凭着手作家大富大贵 还是你已经是 我觉得我没有大富大贵 但我要引用一个朋友看到我的状况 我一个朋友他是在音乐经纪公司当经纪人的 做音乐的 有一次他遇到我 那是很多年前的 他很惊讶的讲了一句话 就是他说 我没有想到你只是靠几张子 你去了很多国家 其实是因为我早年有去上海艺术节啊 我有从马来西亚出去其他国家 走出去了 走出马来西亚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 原来我这好朋友也总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很欣赏你 他们觉得说对我没有做全职 然后我全职在做手上本 而我又能去这么多国家 其实我并不是去旅行 我其实去工作或者参与艺术节 同时旅行 然后后来我有计算过我自己 其实我是能为生的 对 能为生啦 但是不至于大富大富大 对对 能为生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当你知道你没有店面 或者你没有能力开店 或者你没有每个周末 有艺术市集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生意 这是我觉得马来西亚首赚也要去考量的 所以这几年我有留意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要开网店 我要在Facebook开Shop 我要开各种网络平台 接单子 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觉得 我的这个人生过得多么的好 但是其实在我很多朋友的眼里 他们很羡慕我这个生活 他们会以为说 他们现在还是打工资 我觉得我的生活自由自在 但是后面的辛酸可能他们看不到 但是他们还是会很羡慕我说 今天我相处来跟朋友见面就见面 然后今天我可以出席很多各大小的活动 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 我也一样的性格我没有想太多 我就很多事情做就是了 就是你想做的东西 你就坚持继续做 你一定会拿到你想要的成绩 只是看他的成绩是来得快还是慢 对 然后当然 每个人对梦想的付出跟收获 你不能要求说 你已经选择了梦想的职业 然后你一定在第一年就可以买房子 对对 就你不能设这种标准 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的这种设定是健康的 健康状况是OK的 之前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有人说 为什么你都是介绍一些可能非常冷门的 或者是比较小众 好啊 对 但是我就希望呢 透过这个节目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多彩多艺的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冰冰优人 介绍这个手作答应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认识更多手作的详情的话 可以关注你的Pitch 来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的是什么Pitch 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或者打小老鼠 小老鼠就是一个A 一个圆圈 就找到了吗 对小老鼠CY Studio 就找到了 好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是记得按赞分享与订阅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谢谢 拜拜